曾几何时,中国女子乒乓球在国际比赛中视如破竹,宛如长生战将,令无数国人为之感到自豪。 近期的亚洲锦标赛上,中国女拼却以1比3的比分痛失冠军,这一消息犹如晴天霹雳,让众多球迷扼腕叹息。 想起陈梦在奥运会上赢得金牌后,却无缘无故遭到网络攻击的情景。 不禁让人感慨,中国女子乒乓球队究竟发生了什么? 难道真的是像那句老话所说的,英雄到老,美人苍老吗? 在网络风暴的背景下,陈梦和饭圈文化的悲剧,她在东京奥运会上凭借卓越的表现,成功获得金牌,为国家赢得了殊荣。 这本应是举国同庆的喜事,在网络的喧嚣中,陈梦却成了某些人的靶子。 一些不了解情况的网友,或是受到偶像文化的影响,或是出于某种无缘无故的嫉妒,对陈梦进行了冷酷的抨击和谴责。 这些话语宛如锋利的刀剑,深深刺痛了陈梦的内心,同时也打击了整个女子乒乓球队的时期。 饭圈文化,原本是娱乐行业的专有词汇,如今却悄然扩展到了体育领域。 在这种文化的影响下,部分粉丝变得极端且执着,他们只专注于自己喜爱的运动员,完全忽视其他选手,甚至用恶语攻击。 这种内部斗争和分裂,不仅破坏了运动员之间的友谊,也大大削弱了女子乒乓球队的团结力。 想象一下,一个充满内部冲突的团队,怎么可能在比赛中展现出最佳的战斗力呢? 内部斗争严重,女拼的士气受到影响,饭圈文化的争斗,只是女拼团队内部问题的一个缩影。 其实,近年来,中国女子乒乓球队内部的竞争愈发激烈,一些运动员为了争夺核心位置,不惜名争暗斗,甚至出现了相互拆台的情况。 这种内部消耗,不仅使选手们身心俱疲,也严重打击了整个团队的士气。 在亚洲锦标赛中,中国女子乒乓球队的失败,主要是因为队伍缺乏团结和士气不振。 面对实力强劲的对手,女子乒乓球队的选手们感到力有不歹,最终不得不接受失败的结果。 亚洲锦标赛,女拼的显微镜,此次亚洲锦标赛为中国女拼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训练平台,却意外地揭示了团队内部存在的多个隐患。 在这场比赛中,中国女子乒乓球队的选手们似乎心情沉重,缺乏以前的自信与从容。 她们在比赛中频频出错,配合也不够协调,最终导致了失败的结果。 失去冠军的警示,女子乒乓是否能够重获新生。 此次的失利给女拼带来了不小的冲击,但与此同时也是一个重新反思自我的契机。 期望它能够使女子乒乓球队的姑娘们意识到自身的缺陷和差距,从而激励她们产生奋发向前的勇气和毅力。 只有面对问题,敢于进行改革,才能重新赢回曾经的辉煌。 团队的凝聚力比金牌更具价值。 在竞技体育领域,金牌毫无疑问是评估一个团队实力的重要指标。 对于中国女拼牌说,团队精神却比金牌更加宝贵。 一个团结一致,相互扶持的团队,通常能够产生出令人惊喜的成果。 回顾中国女子乒乓球队的辉煌历程,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,任何一次获胜都离不开团队的齐心协力和合作。 从邓亚平到王楠,再到张一宁和李小霞等人,都是凭借卓越的个人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,才得以在国际比赛中屡次取得优异成绩。 当前,中国女子乒乓球队正面临一个低迷的阶段,但只要我们能够重建团队的团结精神,让每位运动员都意识到自己是团队中不可或缺的一员,那么我们就一定能够再度恢复往日的荣耀。 从顶峰到谷底,只需一步之巨,竞技体育是无情的,它不会因为你的历史而对你网开一面。 从奥运金牌得主到亚洲失利,中国女兵的经理告诉我们,在竞技体育中,没有永远的赢家,只有不断努力,永不放弃的信念,才能让我们在比赛中保持优势。 从巅峰到低谷,往往只是一步之遥。 在我们陶醉于成功的欢愉时,往往容易忽略潜在的隐患和危机,而当我们察觉到问题存在时,通常已经来不及了。 我们必须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和敏锐的洞察力,及时发现并解决问题,才能确保自己在赛场上始终占据主动。 网络暴力不应该融入体育。 在陈梦受到指责的事件中,我们必须认真对待网络暴力对运动员造成的伤害。 体育精神就是追求更高、更迅速、更强大的信念。 它激励我们持续自我挑战、超越自我,而不是在网络上去恶意抨击他人。 天生昭黑,他到底做错了什么? 在乒乓球的世界里,陈梦无疑是一颗璀璨的明星。 然而,这位实力强劲的选手却似乎天生带有一种昭黑体制,无论输赢,总能引来一片非议。 压锦赛上的一次实力,竟然也能让他成为众矢之地,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? 每当陈梦出现在赛场上,观众的眼光总是格外挑剔。 如果他选择参赛,就有人说他霸占名额,挤占了其他年轻选手的机会。 如果他选择休息调整,又有人指责他偷懒耍滑,不够敬业。 好不容易赢下一场比赛,本想松一口气,却又被扣上阴谋诡计的帽子,仿佛每一场胜利都来得不那么光彩。 而一旦输球,更是逃不过继不如人的指责,仿佛他的一切努力都白费了。 陈梦真的太难了。 他不仅要面对赛场上的激烈竞争,还要承受来自场外的无尽非议。 这些声音像是一双双无形的手,时刻在推丧着他。 让他无法安心地投入到比赛中去。 而更令人无语的是,这种非议还往往带有一种饭圈文化的疯狂色彩,让人不禁感叹,这究竟是人性的扭曲还是道德的沦丧。 就拿最近的那张海边照片来说吧。 陈梦只是简单地分享了一下自己的生活点滴,想要让粉丝们看到他更加真实,接地气的一面。 然而,这样的举动却也能招来一片骂声。 有人质疑他不务正业,有人嘲笑他照片屁得太假,甚至还有人直接开喷,你就是个花瓶,除了颜值一无是处。 我就纳闷了,这张照片到底哪里招你们惹你们了? 陈梦也是个人啊,他也有自己的生活和情感啊。 难道就因为他是运动员,就必须整天板着脸,苦练球技,与世隔绝吗? 这也太不近人情了吧。 其实,说到底,这些非议都是源于一种病态的比较心理。 人们总是喜欢把运动员们放在显微镜下观察,用各种标准去衡量他们,评判他们。 赢了,你就是英雄,输了,你就是狗熊。 这种简单粗暴的二元对立思维,不仅忽略了运动员们的努力和付出,也剥夺了他们作为普通人的权利和快乐。 陈梦作为一个优秀的运动员,他有自己的目标和追求,他渴望在赛场上证明自己,为国争光。 他也渴望在赛场外享受生活,拥抱自然。 这些都是正常的情感需求和行为表现,为什么要被无情的指责和谩骂呢? 在这里,我想对那些无端指责陈梦的人说一句,请口下留情吧。 运动员们也是人,他们也有自己的情感和尊严,请不要再用那些尖酸刻薄的话语去伤害他们,打击他们了。 相反,我们应该给予他们更多的理解和支持,让他们能够在赛场上更加自信,从容地发挥自己的实力。 同时,我也想对陈梦说,不要太过在意那些非议和指责。 你是一名优秀的运动员,你的实力是有目共睹的。 只要你保持初心,继续努力,相信未来一定会属于你的。 而那些无端的指责和谩骂,不过是过眼云烟罢了,他们无法阻挡你前进的脚步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